这个女人躺在地上,痛苦不堪,下一秒猛然做起,耳边不断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她痛苦地用手遮住耳朵,这时,她突然感觉肚子有些不舒服,女人害怕地用手撕开衣服 里面竟然是一张婴儿的脸庞,她正在用力撞着女人的肚子,像是在征脱某种牢笼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韩国都市怪谈之出生,传说,有这么一群巫师,他们趁人不注意,抓取小孩,故意让其挨饿,直到小童饿到极致,濒临死亡 随后巫师杀死他们,夺取他们的灵魂,以便让自己能够通灵,谋求暴力 这个巫婆缓缓地走下楼梯,她来到一个铁窗口前蹲下,扔出一个铁碗,上面是残羹冷制 突然,一个孩子从里边跑了出来,因为年龄太小,她够不着铁碗,巫婆不耐烦地推了一下 送完餐食的她,来到自己的机台前,翻阅着这几天的新闻,上面报道的全是儿童丢失事件 巫婆翻看日历本,突然在上面写上一个死字,然后猛然一抬头 巫师收到某种召唤,她端起一盆肉和一把钢刀,巫师要去完成某种仪式 巫婆来到地下室,打开房门,露出了贪婪的眼神 她不断地诱惑着眼前的这个小孩,随后抓起肉,把她扔进一个罐子内 把罐子放到小孩面前,饿极了的小孩顾不了这么多,甚至爬进罐子内 巫婆露出了扭曲的笑容,随后表情瞬间凶狠,拿起刀狠狠地扎去 这个女人对着黑罐子露出了邪恶的悲笑,随后她拿起刀,毫无犹豫地扎去 手法极其残忍,直到鲜血溅满了她的脸,她才吸满意足地笑了 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巫婆身体逐渐不受控制,不断冲触,最后停止 突然,她睁开眼睛 罐子里的眼也全部变成了黑色 第二天,她抱着一个盒子来到郊外的榕树下 打开一看,里边赫然是被砍掉的小孩双脚 巫婆把她埋了起来,现在她有了小鬼的辅佐,手法大增 越来越多的人专门跑到这里拜见 这个胖女人到她这里算命 巫婆说,不出一年,她的老公就会死 女人嘴上说着不希望她老公死 心里却乐开了花,因为这样就可以继承老公的遗产 巫婆直接看穿了女人心里的想法 说她可以让胖女人的老公早点死 胖女人立马拿出一叠钞票,还说了句,越早越好 巫婆看着桌上的钞票,满意地笑了 给了女人一张黄纸符录 但是,后面的黑罐却不断传来响动 没过多久,巫婆这里来了一个寻找孩子的母亲 女人眼神涣散,寻找孩子已经耗费了她全部精力 巫婆上一秒还装模作样的安慰 下一秒,屋里内就传来剧烈震动 蜡烛自动熄灭,巫婆一挡拍在柜子上 平息了这一响动 但是她也反映过来,会不会眼前这个女人 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 巫婆态度立马转变,怒斥女人不负责任 弄丢小孩,女人无奈 只能苦苦请求巫婆的帮助 她的眼睛里出现一个不断挣扎的小童 巫婆拼尽全力,夺回身体 愤怒地让女人离开 抓住女人的身体,把她往门外推 等女人走后,她还是不断怒骂 巫师害怕地无气嘴巴 她转头望向那个被封印的罐子 就算现在睡觉,也会突然被惊醒 她来到机台前,看着眼前这一切逐渐变得陌生 法器洒落一地 她害怕地跪倒在神灵面前 请求神灵的帮助,不断擦掌,不断膜拜 突然,机台下方的黑罐自己打翻 里边的黑盐洒落一地 巫婆缓缓抬起头 从里边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 她的神情变得扭曲,面目猙獰 像动物一般,慢慢地向黑盐爬去 随手一抓,就开始大肆咀嚼 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大 巫婆痛苦地张大嘴巴,发出嘶吼 随后巫婆向后倒去 身形像被人拦腰折断,倒在地上 颤抖不已,她吃噎着了,不断咳嗽 身体逐渐不受控制 她坐起身,听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尽管她用手捂住耳朵也无济于事 突然,她感觉自己的肚子疼痛异常 撕开衣服一看 里边竟然出现了一张人脸 不断地挤压着她的肚皮 肚子承受不住这股压力,爆裂开来 巫婆眼神煞白,硬生倒下 就此领了盒饭 她的衣服不停抖动 从里面慢慢地爬出来一只小阿飘 还伴随着刺耳的啼哭声 而被巫婆赶出门的女人 也已经上吊自杀 死的地方正是那棵老龙树 故事内容紧凑,毫无尿点 里边的巫师被立意军心 导致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简直丧尽天良 不过善恶终有报 巫师到最后还是自食恶果 算是故事的一个圆满结局